哈喽,大家好,我是YES 在我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的时候 经常我妈妈都带我去外婆家 而且我到我外婆家都会去采这种水果 它成熟过后,些小粒,黄黄色的 也许你曾经有吃过和看过 这种水果,刚刚咬的时候会苦又酸 而且咬了过后会感觉干凉的 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采这种水果来生咬来吃 有的时候来点糖,点盐,做酸辣酱点来吃 这种水果相信很少人会喜欢吃 这种水果也许你有吃过,也许你有看过 也许很多人瞧不起这种黄色,小粒的水果 而且这种水果你想也想不到 它的抗氧化功能是蓝莓的29倍,香蕉的197倍 拿来跟橙子比,这种水果的维生素C 是橙子的30倍 这种水果,它的抗氧化功能 在目前所发现到的所有植物当中 进入人体以后,能维持营养的效果 时间最长,而且如果你经常拿来生吃 将有助于帮助心血管 以及肛脏功能的健康 这种水果,也就是我后尾这种 叫做印度处理 一般上也叫鱼肝脂 它的英文叫star gooseberry 马来文叫water mine 它的别名是牛肝果,油肝果,油肝脂 按摩了橄榄,圆酸脚,油肝,旺果,生肝脂,牛肝脂 印度处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E、B 以及多种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 同时还有人体所需要的14种氨基酸 以及超氧化物奇化酶 也就是SOD 和含有丰富的有机锡 还包括多种其他的成分 维生素、碳水化合物、有机酸、纤维素、果胶 单磷、蛋白质、生物碱、磷、钓、钓、钠、钠、钠、等等 一些研究已经证实 印度处理提起物能够帮助 预防和治疗、关节炎、紧张、白内脏和癌症等症状 它的果实拿来生吃能够帮助食物的吸收 而且平和胃酸有益消化功能 对于裂尿以及生殖器官的健康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出力的果实在印度传统上 是拿来治疗腹瀉、黄胆、增强消化、治疗便利 减少发烧、减少咳嗽、舒缓气喘 刺激头发生长、净化血液、强化心脏 有益以眼睛提高智力 在马来西亚传统民间 有的老人家认为 只要你每天生吃10-20例的硬度处理 将会有帮助于减轻和治疗更痛性关节炎以及荷尔蒙 失调导致关节炎的疾病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在下方按赞 如果你想要 学习更多 帮助更多人 和分享给更多人知道的话 请在下方按订阅来收看我 接下来的节目 新妈草药自然一些 拜拜 吃饭 吃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